那么第37次则是掌生死勾押推勘司 此次是恶人亡魂进入鬼门关后的第一审问司 经过此次的审查定案再转到其他次审案受购 有诗语 刑法令人透胆含 权衡裁判赖求官 生前做事心当戏 戳后喘冤火以难 躺欲嫌疑 请讨论 虚防谎告主伯兰 阎王殿前非富贵 罪不容输受敖奸 那么第38次则是掌握居压罪恶魂灵签字印章的词 凡是作恶多端需要拘捕其魂魄魄的人 则由此次签字盖印后 交由小鬼方能拘捕恶人魂魄前往各司受货 第39次则是掌生死司 人间之生死由本司所长 人生在世不外乎两种 行恶做善 行善者护国护民 修桥补入周济平民 作恶者乃偷盗抢劫无故杀生 善恶暴影如影随形 作恶行善死后魂归本司判案 善者转身为人 恶者则转身为处 第40次则是掌灾生道司 生道职则有二 一是供奉香火招待善男信女将相 二则是护妙宇保护妙宇完好无损 所谓妙者乃是神灵之地 靠社会公民所扶持 善男信女保护妙宇完整都有布施的义务 布施多少也是由此司记账 待人死后魂归此司可查账对后 与布施多者来生则大富大贵 小者则来生小富小贵 第41次则是叫做查看经死 经者由儒室道三种 出家学道经佛经在家学儒经则是人之常理 此次专管学经督促人上进 经典通在家可以发挥治国安邦 出家可能发挥专长 若忽失学习机会 哄耗岁月者死后则进入此司受罪 第42次则是掌勾生死司 此司专用比判勾人的善恶 人生一世以善为重 善恶者善报报在此司之笔 恶者恶报报在此司之笔 奉劝世人多行善不作恶 第43次则是掌勾灵魂死 恶人做事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 此次则会拆遣鬼族 先知会恶人本地的土地神 由土地神带鬼族到恶人家中 先把恶人的灵魂带至造神面前 让造神数落恶人一顿 再也有鬼族带至称皇庙报到萧策 最后则带至阎君殿进行定案 第44次则是掌勾兽司 世间之大人物遭难 善人到处都有 此次专管好人恶人之寿命 若好人尝情好事 此次则会给他增加寿命 若恶人不改恶则短期寿命 这叫做善恶有报 45则是掌勾罪人赵正司 此次则专管追取人间罪恶 在人间恶人犯了杀人抢劫 盗窃色恶邪贪忘等罪恶者 由此次签证批准 43次拆小伟拘捕归案 第46次则是掌曹历司 三曹则有天曹地曹人曹 三曹也是为审案记录笔记 世间之人恶贯满营须捉达归案的时候 由45次发证43次拘捕严军审案 此次则抽三曹官记录在案 第47次则是掌飞禽司 古诗说劝君莫打三春鸟 小鸟再朝望目归 树长飞禽乃灵性之动物 它们既能捉害虫 也能保护生态平衡 所以若有人持枪打鸟或强行打鸟 此后则要归到此次受罪 第48次则是掌宿涅疾病司 宿涅也就是宿氏冤涅的意思 劝君在世不要害人 害人其实就如同骇计 人生在世 则以慈善为本 方便为门 人若存心不善伤天害理 坏事做尽 或者说奸人妇女 或杀人放火 甚至说卖国求农等等 除了现实的法律 恢恢不漏而说 此后还要得到恶的抱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